落脚是世界工人的难提和难破 但是用中国传统工夫破落脚有把握 而且很容易 在英国我表演破落脚 大部分用的是硬气功法 说这话用的弗,用的弗 让英国大力士来落脚 脚不动 今天我们讲的是 用中国传统工夫的力学原理 借力,打力,挂力 攻击地方破落脚 我先把动作做一下 两种 这个锁拨 要锁拨 用后拨啊 锁拨的从事要称人 正少称板头 右手 极才的心肯 左手 彼此用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才能破落脚 一走 鞭拨 他 从背后破落脚 这个右手 彼此用这个反法 沉浸的痛使 你看 你看 往这 沉浸的痛使 你看 这叫后脖 说脖 动作一定要做对 你看 这个 要抓在手啊 这个 右手同时 为什么呢 要防他的左手 他左手 往这里插 要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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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这样翻过去 用这个地方 哎 这才是落脚 哎 这才是落脚 落脚 这个行动以后 只能用气功了 他这个动作 行动的时间 你看 他这个手往这插的时间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右手 记住啊 你看 有落脚 啊 这是第一个动作啊 第一个动作 这叫后脖 他自动脚着我这个地方 这个手防止啊 看第二个动作啊 第一个动作啊 打着软来 打软来两个动作 一 二 这两个动作做准说 一定要做准说 第一个动作就飞了啊 第一个动作是飞 第二个动作 记住 学习 中国传统功夫 破落脚 第一 硬气功 这个比较难学 然后 数十年的 艰苦练习 才能 破落脚 这个动作 很多时间 就能学会 一 二 请朋友们 互相在一会 研究示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